所以外資近期買超的 極擋股票其實跟陳毅哥的看法也差不多 除了有回補台積電之外 我們看到外資買了像是 趙豐金、國泰金、玉山金等等 其實外資在金融股的部分 琢磨很多 陳毅哥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 有極擋你覺得真的可以報股過年的金融股 對 金融股是這樣 因為金融股它的獲利 比較容易去預估 那這個是優點 那當然對有些朋友來講也是缺點 為什麼 因為你容易預估的話就不容易有驚喜 不容易有驚喜的話 那他要跳升的機會就不太大 但是對於喜歡穩健或保守的投資朋友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是一個蠻適合的投資標的 那一般來講的話 金融股又因為他們本身的獲利 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存放款的利差的關係 那麼所以呢 在一個升息的環境裡面 其實對金融股是相對有利的 那當然這也要跟這個 金融業本身的獲利來源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如果是以銀行業為主的 那存放管理差拉大的話呢 他會相對有利 所以包括像是 造風金啦 或者是說像這個中興金 這樣公司的話 所以有機會 那中興金 在去年的話 他有一部分的獲利是來自於台銷寶 其實佔的比重還蠻高的 所以可能進入這個2022年的時候呢 他的獲利就成長就比較不會像2021年那麼明顯 但是畢竟的話呢 以他目前的獲利 大概估啦 當然這個股利還沒公佈啦 獲利還沒公佈啦 股利還沒公佈 但是我們只是左右預估 那他可能在2021年的 獲利呢 大概有挑戰2塊6的水準 那如果這樣的股利的話 以前可能是配方 我們抓50% 我是用以前的股利支付率去抓的 可能有一塊一塊三 一塊三一塊二一塊三 那這樣子的話 他現在殖利率其實還不錯 那就變成說 他獲利上面變數不大 那你如果說你殖利率又不錯的話 那你就有一個下長保護的機會了 那趙鋒金的話 我們2021年的獲利呢 如果是抓大概 一塊九到兩塊錢左右 趙鋒金配的比例就比較高一點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趙鋒金來講 那麼也是有一個 配可能一塊六一塊七左右的機會的話 那其實趙鋒金他的殖利率的話 也不錯 所以像這樣的公司呢 我認為外資在做回股 其實他一方面 他也做一些的調整 嗯 他把整個的資金 從可能比較活潑的部分的話呢 那慢慢的移向相對比較穩健 這其實 各位朋友如果有 有在觀察國外股市 也可以去看這個趨勢 像上週的國際股市不是跌蠻凶嗎 那但是呢 巴菲特的這個 波克夏的B股 它是出現創新高的現象 那波克夏的本身的持股 除了最大是平股之外 那後面的話就是像 他買了很多銀行 對 然後呢 能源股這種比較偏價的 性投資的公司的話 其實呢 上週的股市在往下的時候 其實它基本上是 股市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們目前看得出來 其實國際上大的環境的資金 也有點這種移動的經驗上 然後呢 在國內的話 我們也顯示出來 在這個實際上的資金 它所移動的部分 也是往這個方向走 那這樣就值得 投資的朋友去做參考 好其實剛剛 不管是中信心跟趙鋒進 我覺得有 蠻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 歷年來他們的 除息的日期 大概都落在6月份 那很多觀眾朋友就很有意思啊 就想說 我除息前一天再來買 那通常除息前一天來買 真是有點慢了 我們看一下中信金好了 以中信金來說的話呢 其實6月多除息 那其實大概買盤 大概前幾個月就會開始進駐了 所以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布局的時間點 也要請陳一根幫我們提醒一下 趙鋒金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6月多的時候除息 那在除息前就有一波的漲幅 跟一波的買盤 反而是除息之後 不見得會立刻填息 當然趙鋒金還不錯 可是呢像趙鋒金 像中信金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填息之後呢 要立刻 除息之後要立刻填息 也是要劃一陣子的時間 對 所以我會建議我們投資朋友呢 我們從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那他們其實在這個上半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修正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他獲利不容易給我們驚喜 那好處是也不會有驚嚇 驚嚇的機會是很小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如果說他有出現 比如說5到10%的回檔的時候 其實他的殖利率呢 會更適合我們 同時他的本業比的話會更低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投資朋友也可以作為留意 當然如果我們再廣泛一點講 因為銀行業為主的 這個金融公司 包括像是上海銀行 或者是預算金 核庫這些 其實最近我們都看到 有買盤去做進駐 投資朋友也可以做類似的 類比和觀察 我們有一個不適合的 感恩 有一個不適合的 我們可以在這裡 一個不適合的 有一個不適合的 也會有一個不適合的